这个父母亲听了都整个人都是花火了 我明知道你跟我儿子同居 而且你们也论及婚嫁 结果呢 他走了 你竟然没有来送他 不打紧 我儿子去借出来的是300多万钱 那也是我辛辛苦苦年轻的时候 用他的名字去买保单的 那你竟然又要把他给清占掉 这个钱 这个男生领了以后 放到这个女生的账户里面来了 这个女生讲说我是正女 这也有道理啊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要来讲的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的老人 经常他们就是没有钱都没有安全感 很多的老人 他慢慢会接近于私自的状态 但是这个私自是时好时坏 那经常儿女 或是说他在同居的人 就会去把老人的全部的这个财产 全部的这个存款都把它领光了 那这个是生钱把它领光 这种情形的时候 其实我们台湾对这个老人的这个保护 不太够 因为这个现金是老人生活要用的 他在我这里存了好几百万 三千万 我一下子会把它领光 那我们银行现在当然就是有一种叫做 关怀的措施 这个关怀的话是洗钱防治法 在防诈骗还有防治洗钱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很多人去领钱被关怀了 就会觉得很烦 但是在日本的话 对于老人财产的保护是有特别的 就是说如果你领了一小部分出去 那OK 但是你全部要把所有的账户清空领光 这样的一个情形 原则上他们的银行是会不准的 会问明你的用途是做什么 所以各位呢 KYC 这个也是我们在诈骗的时候 很多七八十岁的人 他还要给你贷款 那贷款就要去说我股票被套牢 套牢就套牢 也不是要断头 干嘛 你还要借上千万去买股票呢 所以KYC 要问说 No your custom No your custom 这个就是所谓的风险评估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老人被骗了 就是我们的法院检察官或法官说 人家都告诉你有反诈骗 那你有设定抵押等等 所以他们都判决说 这个借贷是真的 但是你要想这个老人 他怎么用这些用途是什么 他七十几岁了 他又有什么工作能力 有这个能力来还这些钱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是要相当的注意 那所以老师来举一个例子 就给各位听 这是一个故事 而且真实的发生 那么这个一对父母 他们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而且在社会上都是很有地位 那他生了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从小因为这个男生 他不太爱念书 从小他就喜欢打电玩等等 那这个女孩子就比较乖 后来他就考上医生去当医生了 那这个男生功课上也没有很好 那台湾的话也不能说玩游戏就不好 如果你能够玩到像黄仁勋这样 那也很好 可是各位那毕竟是少数嘛 再加上我们这个环境的话 你如果没有学习基础的知识 有时候你光玩这个也不能够 在年轻的时候是要累积基础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勤学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要累积 他就没有累积的很好 所以他就学历也没有很高 那后来去当完兵了以后 他就大部分是找那个打工 7 days那样的一个工作 那后来他已经也30来岁了 那各位这个人也需要这个感情 所以这个男生就跟一个女生 是一个贵姐 这个贵姐曾经失过婚 所以年纪也比他大 大概也接近40岁 那他才差不多30岁上下而已 相差也10来岁了 那他们两个人去同居 作为一个伴侣 但是女性呢 因为曾经受过男性这个背叛等等 所以他现在又找了新的这个对象的时候 他呢会追得很紧 所以他找不到他的话 手机就夺命连环后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男生呢 他也是虽然在7月打工 但是他也想说 我也想要有一个发展 所以他就想要去盘 这个7月的店 想要盘这个店 那反正我自己在这里雇这个店也可以 那他呢就利用 他母亲呢 当初用他的名义 去跟保险公司投保 那各位呢 这个投保保单呢 久久了 就有保单的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 也就是我们可以拿这个保单 来跟保险公司借钱 直借 现在很大的问题是 我们如果有欠人家钱 那么债权人呢 就可以来查封我们的保单 然后跟保险公司说代位中指 因为你欠我钱你还继续拥有保单去直借 所以这个钱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就可以代位中指 中指你的这个保单 然后把这个现金价值 叫保险公司给你 那给你的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你查封 叫你把钱还给我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法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因为好多好多的债务人在这里 那么当然这也引起了我们社会的金管会的部分 那么这个男生呢 他就希望拿这个保单去跟保险公司借钱来盘这个店 他这个钱借到了以后呢 他把它放在这个存折里面 他的另外银行的存折 那所以这一个男生呢 后来就跟这个女生要去领这个钱 要把它领出来去准备去盘这个店 那领出来的时候 当初银行的这个行员就有说 你一次要把存折通通领光 这300多万要领光 那他就有给他做关怀 说哎呀你领这个钱的用途是做什么 那各位这两个人 也就是这位小男生 跟这位女生呢 就有跟银行的行员讲说 我这个呢是要去盘店要用的 那各位呢 在那几天的时候 那么这个女生呢 找不到她 然后找不到她的时候呢 他们同居在一个三楼的这个公寓 结果他找不到她呢 他就很生气 所以他就把这个门给关了 把那个家里的门给锁起来 那个男生没办法进去啊 所以他为了要爬进去 他的这个租屋处啊 结果就是摔死了 那摔死了以后呢 父母亲当然很伤心了 因为他们也没有结婚 那么各位呢 在办出病 在办伤事的时候 这个女生呢 也没有来送她 隔了不久之后呢 竟然这个女生呢 委托个律师呢 写了个信给他的父母亲说 你儿子的这个三四百万呢 他这个钱 你们不用再跟我要 因为这个钱是当初 你儿子要赠予给我的 父母亲呢 听了都整个人都是花火了 我明知道你跟我儿子同居 而且你们也论及婚家 结果呢 他走了 你竟然没有来送他 不搭紧 我儿子去借出来的 是三百多万钱 那也是我辛辛苦苦 年轻的时候呢 用他的名字去买保单的 那你竟然又要 把他给欠占掉 所以呢 他就非常的生气 可是各位呢 这个案子的时候 这个钱 这个男生领了以后 当然是交给这个女生 也放到这个女生的 账户里面来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女生讲 说我是正女 这也有道理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父母就去调银行 当初领这个钱的关怀 是什么 结果这个关怀 银行的记录是说 他们确实要去拿这个钱去 盘店来做便利商店 所以这个东西的用途 这个乙当时 行员也有问过他 所以各位呢 如果这个案子要翻转 他讲说是正女 那么他的父母亲 继承了这个权力 说你这个三四百万要还我 这是我儿子的钱 那就非得要借助银行的这个关怀 所以各位呢 在人与人之间呢 我们常常说呢 或许有很多的欲望啦 有很多的贪恋 这个时候我们在制度上呢 有他的必要性 这样的一个关怀 有时候确实能够发挥 重要的保护这个当事人的效果 银行之间的这种关怀呢 这种措施 其实在我们老人社会的来临的时候 或是诈骗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通通透过银行行员这个警觉性 还有各位我们现在领钱是认章不认人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跟银行往来是有客户关系的 要建立在人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上面 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物跟银行之间的关系上面 各位长久以来银行也只是要我们的钱 所以就建立在那个物质上面 所以我们长久以来就认章不认人 像余光中有一首诗 他说石头啊石头你是什么东西 要让人活着的时候呢 用石头来认人 死掉以后要问石头去找鬼啦 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不care 人跟人之间互相的了解 认识而借用的都是一个印章 或是死掉以后就看那个墓碑 所以要问石头去认人 问石头去找鬼 所以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要回到银行跟我们客户之间 这个我一上这个我一上 他根本没有什么重大的用途 他干嘛要把这个全部领光呢 我们在这个制度上里面 如何强化这个对老人 或是对这些被诈骗人的这个保护 这个银行呢 其实也要负取很大的一个责任 银行不应该全部都只有以利益为出发 而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排在地位 所以在国外呢 如果说这个我一上要把钱领走 他一定会问他你要做什么 你的用途是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 那你将来的话 如果这些亏掉的话会怎么样 所以他会有一个关怀 所以银行的这个关怀呢 是建立在这样子 那他反射出去的 就是对人家的一个保护 我们当子女的平常的时候 对父母亲一定就是要去关怀他 去照顾他 你不能说钱被领光了 你这时候才来告自己的兄弟姐妹 或告他的伴侣 这个东西我们看到了 有时候很感慨 我就常常问他说 那你父母亲你都不管他 现在又跟你的兄弟姐妹偷领走了 你又告得这么样紧 你为什么当初不多回家 多关怀我们的父母亲 或是说多了解他 多给他一些建议 甚至请他去做信托这样的保护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工作上 看到的就是 平常父母亲你都不管他 结果一死掉了 就这边也被领走 那边也被领走 东东领光了 你就开始现在一直告 也不是说现在花心思去告不对 而是说 如果我们有事先的一个预防 事先的一个关怀 甚至于我们老人家 一定要把财产安排好 做了事先的一个安排 把财产的部分 我们可以自由动用 大概一两百万 其他的也就是信托 其他信托的话 就有信托监察人 那些子女都监察人 没有得到监察人的同意 这个不能动用 不动产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老了 怕我财产被孩子给偷过走 那我就是信托 到孩子的名下 另外再找一个孩子来做信托监察人 谁都弄不走你 孩子将来也是 你就把他写好 遗嘱也写好 或是生前的一个安排都写好 这个找个律师来写 不是那么困难 钱也不必花很多 那么以后他们都不会有 任何背叛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情形的时候 老人要好好的 把财产安排好 把财产雇好 你自己也不必变成下流老人 而且子女也不会争吵 那么各位 其他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社会上要有 个人要保护自己 制度上也要来关怀 所以这个是一个 透过银行关怀 而翻案的故事 当你到银行去的时候 这个行员 对你确实很关怀的时候 人家他在认识我们的客户 同时也在保护你 虽然你觉得烦 但是呢 有时候有人帮你踩个刹车 也并不是不好 以上供大家参考 谢谢